車上的監視器拍下 一台台機車從分鋼桿裡鑽出去 一個接著一個 就這樣躲過停車費 因為過於狹窄 騎士鑽動時還特別注意自己的愛車 是否有撞到分隔桿 停車場地點就在南投的 武林景觀台 現場直擊 真的有騎士正鑽漏洞 就從汽車入口柵欄旁的分隔桿 進到停車場內載出來 希望他們還是要安全地 不要這樣子闖 對 當然非常不可取 因為既然他設定這個 一定有他的用意 騎士們有不同的看法 因為武林機車停車場的繳飛方式 使用投幣一次二十元 且不找零 等於民眾們要自備零錢 這也讓不少騎士覺得相當不便 這就是有點小麻煩 如果這樣子不找零的話 我覺得這樣子不有點麻煩 武林停車場業者表示 鑽動動的行為有報警 九成的騎士車主都有道歉 暫時不會追究 規避了機車單次二十塊錢的停車費 擔心民眾這些行為會造成一些危險 因此我們並不鼓勵這種行為 廠內交通 對廠內交通影響 跟逃票的這種行為 騎士專漏洞 想省下二十元的停車費 以為沒有人在管理 不過全都被監視器拍下 業者呼籲騎士們 千萬不要再有僥倖的心態 三一星五孔與林派軒 江俊陽南投採訪報導 請進來 請進來 請進來